一日之際在漁城 对许多人来说早餐是最重要的一餐 三明区这家早餐店 主打的品项就是锅烧一面还有饭团 老板希望能让大家早餐吃的丰盛又满足 那饭团跟锅烧 应该没有人在吃饭团 是有冷气可以吹的一个用餐环境 然后再搭上锅烧面一起吃的话 其实一整天的饱足感是非常足够的 店家主打的商品就是饭团还有锅烧一面 这颗黑金饭团与一般的饭团非常不一样 加入整颗的皮蛋还有鸭蛋 让民众吃了超满足 店家还会不定期更换隐藏口味 让熟客天天都有小惊喜 那再来我们会 我会用皮蛋跟咸蛋去做搭配 主要是因为第一我自己很爱吃皮蛋 那第二是它有整个刘膏 还有行浪黄的整个搭配起来 双蛋的组合 那它的魅力是非常大的 另外店家的锅烧更获得2024年 高雄锅烧一面大赏的最佳美味奖 引来许多陌生客人尝鲜 就是看到得名 得奖之后才会来这边吃 锅烧一面 满期待的 老板经常推出不同口味的锅烧一面 以及饭团 让民众可以永远吃不腻 锅烧面配饭团 一天的第一餐 澎湃的组合 让人精神100分 记者潘志光 陈英军 高雄报导